好,歡迎所有有線電視家庭觀眾 收看我們的王牌節目,《怪談》 大家有看這輯的《怪談》 我們就由《降頭》這個主題 所以名字叫做《落你降頭》 我們攝製隊全程去到金三角 尋找《降頭》之謎,因為《降頭》太神秘了 當然全程跟我們去到金三角拍攝 有五超群師傅,師傅,你好 大家好… 還有,大家都介紹了 我們美女拍檔王寶寶,寶寶,你好 你好,如果你們有任何靈異的經歷 記得打來1831121跟我們分享 上次其實超師傅上來 我跟她就這個降頭 她就學會了一些東西 她說原來降頭分了五大類 而我們就看到一些鬼降、鋼鐲鋼 很多很多 但今晚這一輯就說牛皮降和釘降 我也想問一下超師傅 何謂牛皮降和釘降呢 牛皮降是列入五種降頭裡面的 我們叫做藥降 藥降 藥降通常會用一些 泰國師傅叫烏特定用的山草藥 但是是很毒的 炸了汁出來之後 它會加入五毒的元素 現在是五種毒物 每一種加進去都有不同的 但這種藥降吃到人身體 最容易有的是爛肉 有些不知名的病 令到釘降的人非常痛苦 凡是降頭必有一種東西 所以叫做牛皮降 牛皮降,我要做一些資料 可能我經常覺得 那些降頭師很懂得很多東西 或者他們專修這件事 所以牛皮降可能是一種菌 它就是慢慢放在皮膚上 讓皮膚爛了 稍後大家可以看到釘降 先問一下寶寶 全程很辛苦去找 今晚這個案件 是否求助個案 其實這個案件 是當地的製片幫我們找回來 這個事主中了降 其實找這個事主時也很困難 因為始終你中了降頭 你也不會想讓人知道 你中了降頭 是的 全程可以大家看到 這個婆婆 可能大家看到她 覺得她很可憐 因為她身上有兩種降頭 第一種叫牛皮降 第二種叫釘降 究竟她發生了甚麼事會中降 馬上帶大家去到金三角看這個案件 好早安 今天的行程是要找一個中了降頭的人 聽說她要坐三小時車 因為她們每次坐幾個小時車後 一定是下車要繼續走 都不知道多久 所以我不太期待 我看到她們在這間酒店 我發現這間酒店的紙巾很快 不知為何這裡的男士 是用紙巾用得太快 連我的私貨也拿來用 所以今天就變成沒有紙巾用了 看看會否可以絕對買紙巾 好 好 好 傳下來的一些故事都很神秘的 是 我們將會找一些師傅 他們躲在一些很偏遠的深山地方 邊境區 我知道一些資料 有些降頭師躲在一起 拍攝降頭之旅 進入第三個星期 面對體力透支的黃寶寶 狀態也開始變差 但是這次的任務 正正是壓力最大的一次 稍後要接觸的重降事主 就是中了皮膚潰爛 極具傳染性的牛皮鋼 願意解釋這個鋼的師傅 少之有少 而其中一個 就是隱居在山區的老鋼頭師 重降事主是遼國人 於是怪談攝製隊 由青萊出發 經金三角 走進遼國 沿途製片不斷和事主電話聯絡 得知一個新的消息 他說牛皮鋼已經威脅不了他 取而代之 換來一種更恐怖的鋼頭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師傅今天我們會找另外的師傅 幫忙做甚麼 我現在遇到這個個案 我覺得它有很多問題出來了 像手 這些叫牛皮鋼 種了這種鋼 它將會破爛肉 一直捱得很痛苦 我覺得它已經有師傅跟它解釋 前兩個月還可以走 一直在萎縮 我私人有另外的鋼 我知道那個師傅 應該在這裡附近 然後我們慢慢走 盡量小心 婆婆所種的鋼頭 叫做釘鋼 種鋼的人 初期傷腿會經常失平衡 跌到偏體鱗傷 繼而骨落 就會出現異常的變化 變成畸形 當時婆婆的情況已經很嚴重 連上山找鋼頭才能力都沒有 需要大家協助她才能上山 師傅在這裡 看我看 這碗拍照 每包吸收到那些食物 味道很消失 來吧 你先看我吧 師傅說他好心地中了 我想問你 先去櫻門海帶給貨 櫻門海帶給貨 十八年來 好 就現場觀察 鋼頭師不斷查問婆婆 背後中鋼的原因 但是婆婆知不已對 令鋼頭師甚為不滿 到底發生甚麼事 對, 放在那裡 對, 放在那裡 好, 放在那裡 好, 放在那裡 這個手 好 由于婆婆仍然是钉钢 钢头师就利用了一个 插上铁钉的杜草人 作为婆婆的化身 用它来解钢 谁知道就在解钢途中 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他问他有没有做过那些坏事 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身体出了很多问题 他一念开始 他就感觉到不太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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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的情形就是钢头师 不肯继续下去帮他解钢 过往拍摄这么多 如果遇到这些情形 我们整个摄制队都会很彷徨无助 寶寶你当时有什么情形 是 其实那时候我们第一件事 都是在想我们没有拍摄 如果这个师傅也不肯帮他解钢 我们会否再找多一个师傅 是 找多一个师傅 他也会不会不肯帮他解钢 第二就是 婆婆也年纪这么大 也很辛苦 我又担心婆婆 那一刻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稍后大家看到 我们接下来会如何 当然你问一下超师傅 过往就你所知 这些叫钢头师也好 甚至是巫师 为什么会叛徒而废 如果叛徒而废的话 有什么后果出现 叛徒而废不外得两个机会 第一 当他发事进行的时间 有些很强大的力量反弹的时间 他自己感觉到好像危险已经迫近 我想知道危险迫近的意思 因为你说你以鬼制鬼 即是当他念经或想解钢的时候 他发觉对方的鬼或冤魂更厉害 所以他停止不做 这是其中之一 有时候有些怨利很大 好像我们的想法 或者他做过很多坏事 别人下降那么重的时间 师傅有感觉的时间 觉得好像出了问题 他也会终止 第三 降头师傅 有时他的思维 我们不明白他做什么 他突然有些不尋常的动作 我们只能问他做什么 有性格 是 所以追究不了原由 他说他做了很多坏事 不肯解释 当时我们也很旁耳 就是停顿了吗 我知道你今次找降头师很辛苦 但为什么这么难找到降头师 有时凡是做降头师 因为他们很隐蔽 第一 得不到社会认同 这个行业 不多人喜欢 因为因为… 也有坏事多 对,经常做坏事 经常害人 第二 仇口多 仇佳 因为你不会做好事 光头也没有好事 第三 他们的性格也很孤僻 稍后回来这个故事 完全是意想不到的 究竟这个婆婆是否值得帮 稍后回来继续这个故事 稍后见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怪谈落里降头》 记得如果大家有任何灵异的经历 记得打来183111和我们分享 刚才上一节大家看到了 大家在中途之后 这个降头师已经走了 所以超师傅在逼不得已之下 他唯有看看可不可以帮到这个婆婆 没错 事情发展之后 大家看完之后 原来又不是大家看这么简单 究竟这个故事是怎样 马上带大家去看这个故事 上了年纪的婆婆 被发现中了钉钢 雙腿畸形 随时会变成残废 《怪谈》摄制队在辽国山区 找到隐世的老降头师出手相助 谁知道老降头师突然离职 由得他自生自灭 原因是老降头师感应到 婆婆根本不是受害者 而是害群之马 我尽力的 我未必有打扮 我想是来到这么远 如果你师傅可以做到的话 我会太有吗 就知道 我只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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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去 是把她猥 State的困难 跟她的困难 一般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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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无法选择 唯有接替未完成的法事 由于肖师傅没有任何解降的准备 唯有善用坛里面的所有法器 包括已经施了法的杜草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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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留下那些文句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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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有好转的迹象 我意思是不一定解降 但不会再跌下去 我们的痰现在没有变化 不会有痘法的出现 如果有变化我会有感觉 一个师傅帮一个不好的人解降 其实连师傅也是 我们会承担一点的 他要承担罪业未得 因为他正在挨着 他不停都很痛苦 我们介入了 帮他解了之后 那个罪业是我们的 所以解降落降 师傅很小心 过去两个月 婆婆其实找过不少降头师帮忙 可惜没有人愿意帮他 我们问他究竟做过什么坏事 他怎样都不肯说 到底他是罪有应得 还是值得遥述呢 相信隔多几个星期左右 其实他对脚都应该是不要的 所以其实他也很幸运 我们也很开心可以帮他 希望他可以开心心 始终他老人家也很老了 而且他也很感谢我们 而且他会改过 他已经知错改过了 今天心情有些很奇怪的平衡 因为我们帮了一个很老的婆婆 其实帮了一个婆婆 因为他中了钢就很辛苦 走不了路 而且皮肤是破坏的 不过另外那边去提 就是我们也帮了一个 做错事的婆婆 就是其实连很多降头师 都不会想帮他解降的婆婆 听师傅说就是要以牙还牙 如果你帮一个不值得帮的人 就是帮一个坏人的话 你也是在做一个不好的事 你也会有报应 师傅说帮他解降 他就感到抱歉 其实他也会有少少的报应 我现在就在想 我都在旁边去支持这件事 那我是否也会有少少的报应呢 但不管怎样 我们帮了一个婆婆 其实我们也有很好的方法 应该也没事的 不管怎样 那就是今天 晚安 我当然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也想问一下宝宝 究竟婆婆没有告诉你 她做了什么错事 搞到自己今天这样 其实我们帮她解降之后 我们也再问她一次 因为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件事 是 她也是少也不肯说的 是 大家看这个故事 大家都会留意到一件事 这个婆婆自己不肯说 究竟发生什么事 她只是觉得自己犯了离天大罪 也觉得自己罪有应得 一个老人家觉得自己罪有应得 到最后不停地求人 也没有人肯帮她 当然了 到最后超师傅中间就帮了她 刚才你说 她说你会有一个 惩罚或报应 我想知道会是什么的 有时介入了一个师傅 在做法事中 她离开了 我们不知头不知尾的 那个案 我师傅这么说 她做了这么多坏事 我看到一个老人家 开始了法事的时间 又没做完 我看到她很痛苦 我也希望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 所以我会承接着那个法事 可能我得到大病 得到运气很差 或者反弹了很多东西在我身上 做法科的师傅 如果你要救人 不可以想太多东西 那个时间我不可以停了 整个故事另外有很大的启发 一个人做了很大的错事 到最后报应在自己身上 这件事我经常觉得是罪有应得 但又应不应该去帮她 这个问题 我大概20年前 有一个娱乐圈中的人 其实我不认识她 我只是见过她一面 然后她就来问我借钱 我当时… 因为她借的不太多钱 我有想过借给她 我说好 我明天拿给你 当时飞姐立刻截着我 她说这个人不能借 她说你想想 所有娱乐圈的人 都不会借钱给她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人 没有人帮和不借 她要的也不是很多 后来就是说 因为这个圈中的人是吸毒的 如果我借这笔钱给她吸毒 到最后我自己就会有罪业在身上 后期的飞姐就说 你其实应该是怎么样呢 希望她戒毒 而不是借钱给她吸毒 整个故事 很值得大家去反省一下 稍后我们就继续聊聊 稍后见 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怪谈落里降头》 我们就这一辑 降头系列 做了很多很多资料搜集 在未拍摄之前的半年 我们不停找一些 降头的一些个案 其中一位香港的女生 我们原本这次很想很想拍她 真的很想拍 因为她的故事其实挺感人 可能要做两集才说得完 过往十年里面 她被人落下降头 晚上十点半 她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甚至如果她出街出不到街 她是女生来的 还挺漂亮的 她会脱下衣服 所有连底裤都脱下衣服 两点半前就一定要回家 否则她就会很实礼 我们知道这件事 求助也好 打算我们做下降头系列帮她 我们就连着摄制组 监制 佐治 阿乐 阿彤 她见到她之后 听完故事 我就问为什么 你会被人落下降头 她就说当年她在泰国 就被一个男生追求她 一个男生追求她 她觉得男生都可以 跟她拍拖 谁知道后期发觉 故事不是这样 原来这个男生 就有另一个老婆 就骗她单身 她就想着 算了 不一起了 谁知道 当她想着不一起之際 这个大婆来找她 那你觉得怎么办呢 是你会怎么办呢 你是女生 她说大婆来找她 大婆来找我 是怎么办呢 是 跟你说货 跟我说货 我想我会直接跟她说 我都离开了 我都离开了 我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是 现在我知道的话 我会离开 你不要教我 也不会教你了 因为第一下开始不知道 那这个超师傅 这个女生来问你 她要不是跟别人情债 被别人这样 鬼前身也好 或者落缸十年 你会怎样解决呢 如果做了一些规心事 原则性 我接触这么多 她不会原装说给你 是的 她将事件歪曲了 令到你很同情她 是 我都会很小心要问 是消化的 如果你介入了这些三角斗婚 我会帮一夫一妻制 你带收而已 明白 听到这个故事 就觉得这个女生很惨 就被一个大婆落了岗头 其实这个故事的背后 就等于超师傅说 说了 并非你所看的 大婆跟她说 她没有说后绝 后绝是怎样 说不定 说不定 那个大婆在她面前 立刻开窗 跳了下去 跳楼 不单止这样 那个大婆肚子里有一个小孩 一丝两鸣 那师傅后期我们做这个个案的时候 不能斗 因为她不是降头那么简单 她是一种怨灵 是因为这个女人 连接那个宝宝 一直跟着她在后面 直至到她死为止 我跟监制的佐治谈了很久 我们后期找了很多师傅 没有师傅肯接 她说实在帮不下 因为你令到人一丝两命帮不下 没有师傅肯接 只有一个解决方法 我们后期跟她说 我说你解零还需是零人 不如你自己做一件事 你猜不猜到结果是要怎样做 这个女孩 求救我们那个 真的想不到 这个故事 原来后期有些高增就说 叫这个女孩 你削髮为尼 剃头 做师姑 出家 出家 去还回所有 每天念经 给那一只大的鬼 小的鬼艇 否则你一生都会这样 她只有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去泰国出家 去还回所有的这些债 给那个女人 要做多久呢 直至师傅说你停 所以为何我觉得每一个人 为何看我们《怪谈》的时候 《怪谈》造极 为何那么多人支持 那么多人看 每一个人 不要再做一件害人的事 因为你害了人之后 其实到最后 你自己要承受 没错 是吧 会反弹到自己身上 无论是情也好 钱也好 每一件事 你要将心比心 你今天做的事 如果将来别人对你 你行不行 那你就会觉得可以做一个好人 对不起 说了这么多这些 雪教的事 你们喜欢听恐怖的事 不要紧 因为观众有恐怖的事 告诉你们 好的 电话旁边有Christine 等了很久 Christin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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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好 是 各位支持好 焦猩傅好 是 Christine 你有什么 灵异的故事 和我们分享 我想说 其实我刚刚新搬到一间屋 最初搬到这间屋 最初的一个星期 都没有什么 开始踏入到第二个星期之后 我到某一个时间 我就会突然很晚睡 平时那个时间 我是还没睡的 是 就是搬到这里开始 突然很晚睡 眼睡就去睡 但是一睡到差不多 就会突然间 紧醒了 但是我的脑是醒的 是 但是 人是动不了 手握手握手握手 动不了 我想把眼睛都拦不住 嗯 最初就以为自己 做事压力大 经常紧张 但是如是这样 都持续下去 有一次我家人去了旅行 我打算自己都精神压力大 就请一些朋友 上来家玩玩 我又是 打算玩就不会那么容易睡 但是我又是如是 去到那么长时间 我就是玩玩一下 突然间睡着了 又是睡到那么长时间 就突然间 习醒了 动不了 是 那这个情况 就去到天亮 那他就会停的了 嗯 那去到第二天天亮 就跟朋友打算去喝早茶 然后就散叮 是 那我又见到我的朋友 又是这样眼光光 好像乌眉黑睡 那我 我就打算他睡得不好 或者是怎么没有睡过 那于是我就问我的朋友 你是不是没有睡觉 还是睡得不好 三宝床不惯 那之后呢 他初头都不是很肯说话 那之后再追睡下去 原来他又是这样的情况 他说 其实他在这一刻 他说 他玩一玩一会 突然很硬睡 他很想睡 他睡着了 但是隔了一会 他突然发醒了 他又是 就是好像我这样的情况 想动就动不了 那想问一下师傅 我知道是 情况是 是不是属于撞鬼 还是被鬼扎 那样的呢 我想问一下 嗯 萧师傅 你听了她的 她的Christine 那她应该怎么做 总之就是 整天都睡得差 好像整天被鬼扎 那如果以你的见解 她应该怎么做 我见解呢 不知道你住了一间屋有多久 现在我们香港出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叫空窄 嗯 当你进去活的时间 最好你又查一下 第二 现在有些叫做煞气 是 煞气的意思 好像外面有天桥 或者对面有些景物 好像空人那样 我深信你这间屋 一定住进去的时间 不知道有没有做法事 是 如果有请过师傅看过 或者有些灵体的榴莲 都可以告诉他 我们新搬来的 以前那一手已经搬了 做一点东西 给他就会更好 是 是 那有没有搬进去的时候 做了一些法事吗 有清晰清晰的房子吗 没有 没有吗 我只想搬进去就算搬进去 我又不太知道 后来问朋友 他问你是不是真的 撞到一些骯髒的东西 是 是 可以才这样问吗 有没有宗教信仰吗 有没有宗教信仰吗 其实我也信佛教的 是 但是家里的地方小 没有摆佛像 其实我们是否可以摆佛像 还是要找师傅看一看房子 这样吧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可以做 我的建议 第一件事 可能找一些师傅去清一清房子 因为有些很简单的做法 如果你信佛教的话 你可以请观音的大悲水 去到一些地方请一些大悲水 就将一些大悲水 在房子里灑净了一次 用观音的力量 帮你家里清一清房子 假设你也不相信这个 也可以找一些师傅 试试帮房子稠净一次 第三 我自己建议 你应该去做一做 这个是身体检查 因为如果这样 有些中医的角度 就叫凌晨不定 或者你的神出现了一些问题 去看看医生 看看是否你的神藏出现了一些问题 令你整天都会长期很累 而且好像不够力 这三样东西 你都可以三样都试试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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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我希望我们可以帮到你 好 电话旁边有另一些家庭观众在等 但因为我即将要去广告 广告之前 我也想保保 你自己 你就从外国回来 是 我想问你搬一间新屋 你会做什么 我其实刚刚搬了新屋 我也跟刚刚的家庭公众一样 没有做任何事 不过我自己本身看屋 是喜欢看一些光满点的屋 我一进去 我喜欢有太阳铲进来 不过听人们说是好事 光满点的屋 就不会有些骚髒东西 想不到你鬼妹也懂得选择 选择一些屋 光满点的人都会好一点 稍后回来 我们会继续接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稍后会听你的电话 稍后见 欢迎大家来收看 《怪谈落你降头》 刚才上一节听到是简屋 好 稍后有一个跟宗教无关的 简屋的方法 寶寶会选择一些光满点的地方 我有个朋友教我 他没有宗教信仰 又不是信 但他有一个挺有趣的简屋方法 他入住房间的时候 他买大概20棵左右 可能是花去买一些小盆的盆栽 10-20元一盆栽 就在全屋里放 什么 就是四周放一点 这里放一点,这里放一点,这里放一点 大概两个月左右 他就会看哪棵植物死得最快 植物死得最快的位置 他就觉得是不好的位置 他就不拿来睡 因为连植物都生长不了 你人怎会有好呢 这个很有趣的 有完全不神怪的 他简单一点就是 一棵植物生得好 生得漂亮的 就是那个是好位置 这个是否很有趣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我就是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些 可以不迷信 但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选择一个好运的地方 就自然好运 听听家庭观众里面 有另一个朋友等了很久了 不好意思 阿龙 阿龙你好 阿龙你好 我们还有超师傅和宝宝 你有什么灵异经历跟我们分享 我是做清晰工作的 是 就是做行政人员的 是 你继续说 你继续听到的 我们在工作的地方 其实都很猛 我们很多时候工作的时间 就是说会晚上留在那种大厦里工作 是 然后我们有一次巡邏的时间 会看到很多穿古葬 甚至是说 那些女士很长头发 在那里走来走去的 但是当时的时间 是凌晨两三天 不会有人在 嗯 我必须要家庭观众都明白 因为阿龙刚才刚才说了 他就是做清洁工作的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其实一等 这个就是 商业大厦 就等晚上放了工 才会交给另外一些清洁的公司 去打理清洁 阿龙就说 他工作的大厦里面 很猛 你介不介意告诉他 哪一区 你不要说那一区的大厦名 哪一区工作 是观塘区 观塘区 旧区那边 对 是旧区吗 旧区 近海匹 近海匹 近海匹那一堆 好,以前是旧区 好,你说在晚上工作的时候 看到很多穿古装的人 没理由 如果你回办公司 没理由穿古装 而且没理由凌晨两点 都… 到处走 到处走 那你还有什么经历 除了一直工作 你能看得到 我们会见怪不怪 有些同事 有时候会见到 他会说 有些人会见到一个女人 会在一些镜头梳头 但相对里面没有人 甚至是有人在聊天 唱歌 那你们一直都没有理他 即是你们已经见惯了 其实公司有摆过神像 在网址里面 但相对不摆有自可 摆过之后就越整越多 所以同事会很害怕 令很多人都不敢上班 所以我想问一下超师傅 有什么可以令我的同事 不要那么害怕 或者说见不到 是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她的工作就一定要工作 经常见到一群古装的人 有一些长头发的女人 但你明知道她不是人 但她们没有搞你们 有没有搞 有时如果我们 凡凡下雨期间就会恐怖一点 因为我们会到地庫停车场 它会… 例如说水会溶,游泳会滲水 我们会下去工作 相对那些就会搞你了 他们是怎么搞的 即是地底水的鬼就会搞他们 平时等大厦上清洁的鬼就不会搞 第一,我帮你问 阿龙,你想问师傅 究竟如何令同事不要见到他们 第二,如何制止他们不要搞你们 你把电话打上来,我什么都不清楚 那你的大厦里面是否层层都有骂 还是一层骂 基本上是层层都有的 那这个大厦 做了这个大厦之后有多少年历史 新大厦 新大厦 灵体通常聚集在极音的地方 它很喜欢让你们知道它的存在 我们以前也说过 存在的意思是有些不知名的举动 或者它不是伤害你的 可能你们会吓人 我建议你,如果你想心安理得 当有骂鬼的地方 你们可以带些香上班 你觉得心安理得 装脂肪给他 或者有些节日 买点水果 就跟他说 我们来上班的 我们做午餐就走了 你千万不要骚扰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养妻活怡的 你要跟他说一下 有制品,我想会好很多 我想问一下你的大厦 因为你问我观塘区 其实我收到不少资料 你的大厦是否在观塘码头附近 是的 好的 我只可以告诉你 那幅大厦未重建之前 那幅大厦都骂鬼骂得很厉害 未重建之前 我也知道你说哪幅 刚才超师傅说 用一个互相尊敬的态度 拿一些制品 拿一些香来说 我们一班员工来找食 总之我们不要打扰你 你也不要打扰我们 试试采取善意的态度 善意的态度 是否连停车场那些都是这样做 他说平时搞的那些 因为你始终上班 大家没有一个仇怨 可能你们或者我们说的气场低 因为你回到夜晚 夜晚人家睡觉的时间才开工 可能很容易接触到 礼貌上做一点点事 大家打个招呼会好一点 互相用一个尊敬的心 你试试这样做 看看行不行 我也试试找些资料 因为那幅大厦 你继续看着我怪谈 因为我试试找些资料 那幅大厦已经出名了很久了 他已经在未重见之前更猛 好,稍后回来 还要谈另一个电话 这位朋友,我马上接你的电话 但你要很快去说这个故事 你是哪位 是,怎样称呼你 Suki 我是Suki Suki 你要快点说你的故事 对 你好,两位GG人,C師傅你好 是 因为我… 有打了普通的 打了普通 是 是的,在香港打的 肚子也有三肢 两只手臂,每一肢 还有我有个人员牌 还有一个他给我的叫做… 就是… 给你了什么 简单点 你马上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你打了普通 普通是否就是一些… 金针 打了金针进去身上,对吗 是的… 那你有带佛牌 打了一肢身上的 肚子有三肢 是 是 是 还有我半只 就纹了… 有符 有符的 纹了三个符 但是我打了之后 一直的运程不太好 是 那你想问一下 你这个超师傅 为什么他原本想好运 打了这些金针进去身上 也写了符 反而运气差了 为什么呢 金针在泰国法科里面 是一个招财 人缘很好的性物 你又问了三个符 我有一件事很想问你 跟你做的那个师傅 是泰国师傅 喂… 是泰国师傅吗 是… 来香港帮你做的 是… 来香港帮我做的 是… 有机会你再去见他吗 有机会见他吗 这样… 好的 没有,因为他经常会转的 这样,你放心 我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刘超师傅 稍後你打电话 去解决你的问题 下星期准时再见大家 再见 再见 你 他瘣上是 你 我 你 我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